非方的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 倒打一旁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是中国领土 菲律宾未经中方允许 非法清闯仁爱礁海域 违反国际法 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 纯属无理挑衅 更何况 非方此次行动根本不是什么人道主义物资补给 非方的船只不仅夹带建筑材料 还偷运武器装备 故意冲撞中方的船只 非人员还对中方的执法人员泼水 投资物品等 有关的做法明显加剧了海上的紧张局势 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的安全 中方依法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主权 合法合理 专业克制 无可非议 中方将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同时敦促非方 立即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 否则 后果自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